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也是一个社会对男性的期望 就是男人应该很打得的 反抗不是气力上的问题 是心理上的问题 所谓角色定型或角色期望 就是觉得男人应该是强者 如果他都被人觉得很脆弱 对他那个男性的角色就会质疑 这种想法内化在我们男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被人性侵 被人狠狠举手 那个门栏可能更高 如果拍了两下屁股 就不会去举手 觉得是有问题 因为如果举手有问题 别人觉得你有问题 男人受害 即是被基佬搞 男人被性侵 其实可以是男人侵犯男人 也可以是女人侵犯男人 反而我想反过来说 就是被人搞的 都可能会被人觉得是基佬 很多人一听到男人被性侵犯 就会跟同性恋去扣上一个关系 这个也是导致一些受害者 他不敢出声的其中一个原因 我的男性朋友 他是strict 的 即不是基佬 但他被人搞之后 都不敢去告诉很多人 始终同性恋 某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禁忌 但是男人如果不兴奋 女人就奸不了他 这个也是很多人的概念 性侵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自主性 在亲热的任何阶段 如果有一方表达他不想继续下去 或者他不想进一步 对方就应该尊重他这个意愿 就是停止 如果不停止的话 就可能会成为性侵犯 这个概念应该是不分性别 不分性倾向的 为什么不好好保护自己 其实这种想法 我们叫做 bring the rhythm 这个在男人和女人的世界都会出现 比如对女人来说 就会怪你夜出街 或者穿得性感 去引人犯罪 那男人 反过来就是 你为什么要给对方 你不是应该 男人老狗是懂得去保护自己吗 但是你知道性侵的情况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生 譬如我被人性侵去告诉你 如果你问 你问 你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你不去好好保护自己 我会觉得是一个二度的伤害 我去求助或者分享的时候 你将责任加在我的身上 我们叫做港版N号房 或者AB号房事件 主路的元空当然是要负最大的责任 但是 我不开心 或者看到的 反而是有些公众的反应 大家知道有一个电台的节目 就将了这件事 案件重演的手法 去做了几分钟的事情 那些主持人整个过程之中 都没有停过笑 我竟然看到那些留言 这些欺笑怒骂的节目风格 头条新闻也是这样 那我就说 欺笑怒骂是对权贵的 不是对弱者 不是对受害者 如果那个私害者是男性 那些受害者是女性 我想这个报道会广泛很多 其实也有不少 不过我都没有说过 能够令到如果曾经有过 我这样的经历的朋友 不要觉得怕或者羞耻 我小时候可能是小学 一班男生 街童地轮居地玩 我给一个哥哥 叫我用口去接触他的性器官 那些哥哥叫你做 你不敢不做 我妹妹是她看到 她后来告诉妈妈 第一她是骂我 第二她就当笑话 这样说 后来在亲戚面前 都有提这件事 我当然 虽然我当时很小 但是 那个感觉都是很差 觉得很丑 妈妈当年的处理方法 我会觉得令到我不敢 不敢让人知道 我不知道这些会不会 其实都是一些童年的阴影 先不要扎鼻 第二就是不要嘲笑 你帮人陷什么 都要祭的 这些说话会造成一些伤害 可能一生都会记住 有些是受害者 联络我们 越多人出来举报 大家集合多些线索资料 将原空成之于法 要继续 您要继续 请订阅 请订阅 请订阅